大家好,欢迎来到电影幕后故事,我是幕后军 许多电影中的枪战打斗戏都会用多机位的快速剪辑营造激烈混乱的赶角 而当枪战打斗戏配上长镜头,往往别有一番滋味 今天我就来盘检一下电影中那些炫酷的枪战打斗长镜头 在杜琪峰指导的香港警匪片《大事件》中 一开场就是一段将近七分钟的经典警匪枪战场镜头 前四分多钟又来交代场景 中案组与汉匪的相对位置关系 以及交通巡警这个突然出现的随机变量 为后面将近三分钟的高潮枪战做铺垫 而在随后的这场足以写入教科书的枪战中 镜头更是360度环绕,上天下地 各个角色在不断运动的镜头中进进出出 使得画面层次丰富,动感十足 如此复杂的镜头运动和场面调度 吓跑了外拼的指环王摄影师 整场戏不用摄影机排列了一天 用摄影机实拍了两天 掉臂,摄影机稳定器,变焦镜头,滑动轨道各种器材全用上了 一个演员犯错整场戏就都废了 为了营造真实气氛 杜琪峰要求演员排列时也得用空弹头射击 结果打出去将近3000发子弹 不过我必须吐槽一下 双方的枪法真是比国族的脚法还臭 在科幻片《人类之子》中 不一定到底就会死的墨西哥导演阿芳索卡龙 奉献出了两段名锤影史的长镜头 一段是男主一行人开车逃跑的超高难度长镜头 另一段就是我要讲的男主在战场穿行的长镜头 这段长达6分多钟的长镜头主要以男主为第一人称视角 让你置身于千昂灵弹雨中代入感极强 而且画面中关于战争的细节超多 激烈的战斗中间还有一段短暂的对话戏 让节奏有张有迟 后半段在狭角建筑空间里的场面调度 更是把我看贵了 整个长镜头光是准备时间就花了14天 每次重拍都要花5小时重新布景 拍了两天时间才搞定 有一次拍摄时血溅到摄影机上了 导演赶紧喊卡 但他的声音被片场震天响的枪炮声淹没 没人听得到 就只好继续拍了 后来摄影师劝导演把鞋点留在成片中 但后面男主上楼梯时鞋点又消失了 这说明这是用隐藏的剪辑拼起来的两个镜头 这篇的视效总监也证实 整段长镜头其实是用五个镜头拼起来的 但看起来天衣无缝 简直碉堡了 这篇的视效总监也证实 在执导的老男孩里 催眠直演的男主在长廊里单挑几十名混混 这段经典的长廊大战长镜头拍得跟平面电玩似的 摄影机只从一个侧面拍摄 摄影机下面装上滑轮方便左右移动 男主从左入化一直血战到另一边 所以这个长镜头的镜头运动不如前面两个那么复杂 但它比较牛的地方在于打斗相当写实 而且在墨绿色调 昏黄光线和悲壮音乐的空桌下 整个过程简直惨烈 让这个长镜头相当难熬 男主先把混混干趴下 又反过来被混混干趴下 然后重新站起来再彻底把混混干趴下 这种一波三折的动作设计 弥补了镜头水平移动带来的单调感 另外如此写实且复杂的打斗其实相当耗费体力 而且由于狭窄空间内人数众多 走位也相当复杂 稍有差错就得重新再来 最后这场戏拍了三天才搞定 在2015年的首部王牌特工特工学院里 就曾经删了一整段教堂百人斩的逆天长镜头 我在这里给你们补上 我觉得这个长镜头有几个牛掰的地方 一个是特工哈里的动作 跟他的西服一样帅 二是杀人工具多种多样 眼花缭乱 三是快镜头和慢镜头交替带来的节奏感 四是BGM Freebird 与画面的节奏和情绪完美匹配 五是整个长镜头的卡通游戏感 也稍微冲淡了镜头中的血清暴力 这段场面调度动作设计 镜头运动都极为复杂的戏 剧组用了一周时间才拍完 由于男主柯林书已年过50 有小部分难度大的动作镜头用了替身 还得保证不能穿帮 导演马修温本来想拍一个真正 一镜到底的6分钟长镜头 但最终他还是选择把三个超过40秒的长镜头 无缝剪辑在一起 要说真正的无剪机一镜到底打斗 还得看泰国动作巨星托尼甲在东鹰宫里这段楼体打斗长镜头 在3分45秒的时间里 托尼甲一路闯关从一楼打到四楼 这也是影史上最长的无剪机打斗之一 而且托尼甲一如既往不用科技替身和调威 全是真拳实腿 这场戏拍了一个多月 重拍了五次才拍成 你可以想象一下托尼甲的体能消耗 跟拍的摄影师也给泪惨了 打到第三层时不得不由另一个摄影师替换 托尼甲用的是平时的实战格斗 其实美感和电影感并不那么强 是长镜头的大胆尝试大大提升了这段动作戏的冲击率 巅峰时期的吴宇森应该算是最会派枪战的中国导演之一了 在《辣手神探》这段经典的医院枪战长剑头中 周永发和梁朝伟两位男神三楼杀到四楼 两人交叉换位的风骚走位 一开枪就屋檐瘴气的烟雾效果 以及时不时来的一段慢镜头 都是无视暴力美学的标签 你是否担心 担你一着 小事 中间一段梁朝伟误杀欧阳振华失言的警察 这个插曲上这个场镜头不仅在节奏上有了变化 也多了情感和戏剧上的张力 我突然杀了那个猜人 不是 我肯定他是猜人 不是啊 他身上有pass 这段戏最让我震惊的地方在于 三楼和四楼的戏其实都是一个楼层排的 他们从三楼坐电梯上四楼时 电梯门关上后电梯根本没动 剧组趁这个空档赶紧把电梯门后面的三楼布景 改成四楼的了 这效率和机制也是没谁了 由于节目时间关系 还有几个场景头我就不细说了 比如沙破狼2中的监狱暴乱场景头 战狼2开场的水下长景头等等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吧 喜欢我的节目就投币 收藏 转发 评论 这个流程走一波 还想看什么节目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关注微信公众号Cmovie 回复长镜头 本期讲到的长镜头高清五码收藏版合集 一次看到爽 我们下期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